嗨,大家好,我是李千雪 我好像已经很久没有出场了吧 这个呢,可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呀,去前世老婆找上门这本书里啊 给家荣,呃,是给李辉啊,找老婆去了 大家快来听听,我这月老当得怎么样吧 1820集 江炎气冲冲地指着那少年呵斥道 你 我们什么时候撞你了 分明是你自己突然冲过来的 而且,我车子开过路口的时候 速度都不到三十脉 俺不知道你开多快 俺就知道你把俺给撞了 少年躺在地上紧闭着双眼大声地喊疼 哎呀,疼,我这里疼 颜姐,怎么回事 林雨见事情了解得差不多了 便赶紧挤进了人群 爷爷,别怕,你爸来了 江进人也赶紧钻了进来 家荣 江炎看到林雨之后 原本怒目的双眼 煞时间溢满了惊喜 整个人似乎一瞬间变得明亮起来了 叶青梅看到林雨之后也是惊喜不已 心头碰碰直跳 但是很快她内心又涌过了一丝难言的酸涩 她知道,相聚这个词只能留给江炎和家荣啊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啊 怎么不告诉我 去机场接你啊 你在那边是不是吃饭不适应啊 怎么瘦了 怎么样,那边冷吗 江炎看到林雨的刹那 直接将碰瓷这事给忘了 拉着林雨的手关切地问个不停 眼中怀有万般的温柔 一众的路人十分的无语啊 哎,美女,我们是来看热闹的 我们是来看你们秀恩爱的 都挺好的眼见 林雨冲江炎笑着笑 接着望了一眼旁边的叶青梅 冲叶青梅一点点头笑了 喊了声学姐 她心里同样也是酸涩无比 两个都是自己心爱的人 但她却不能对叶青梅 流露出丝毫的感情 甚至生离死别归来 她连个拥抱都不能给予她 小兔崽子 你碰瓷是吧 你信不信 我把你扭送派出所 大叔大爷 哥哥姐姐 你们可要给俺做主啊 他们仗着人多 就欺负俺一个小孩 俺背景离乡来京 没有亲人没有朋友 谁都欺负俺 喂,你们太过分了吧 是啊 欺负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 就是,怎么说也是你们把人撞伤了 起码得送医院吧 这什么人呢 真是丧良 就是 围观的众人立马 冲江近人和林雨不满地呵斥起来 在他们眼里 这个少年绝对是处于劣势的 所以不由心生同情 我没有撞他 是他自己跑过来碰瓷的 而且 我车子开得不快 又及时杀住了 啥 你没有撞啊 你要是没有撞啊 按着胳膊腿能都断了吗 少年满眼含泪地冲江眼喊了一声 接着捂着胳膊展示给众人 带着哭腔 大叔大爷 哥哥姐姐 你们看看 你们看 俺这胳膊都什么样了 这都 只见这少年左侧的胳膊 有一个十分怪异的姿势弯曲了起来 甚至连同左肩也凹陷了进去许多 显然是受伤不轻 众人看到那少年的伤势之后 顿时 面色一变 倒吸口凉气 哎呦呀 撞得这么厉害 很说没撞人呢 真的快把人撞死吧 实在是太过分了 我怎么想到我 人长得这么漂亮 心肠这么黑的 一众路人顿时义愤填膺地 替那少年讨伐起了江炎和叶青梅 江炎一时间脸如火烧 紧紧地咬着嘴唇 林雨看到这少年的胳膊之后 面色同样猛地一变 不过 她的眼中略过一丝惊异的神色 接着她咧嘴一笑 没事的 小兄弟 我是大夫 我马上就能给你治好 话音一落 林雨手猛地抓出去 势大力尘地直掐少年的左肩 林雨突然出手 速度奇怪 以至于这少年 根本没有反应过来 到底怎么回事 肩膀已经被她给掐住了 你干什么 少年的面色一紧 冲林雨喊了一声 但是眼中神色 倒是淡定从容 没什么帮你治病啊 小小年纪软骨功 竟然练到如此地步 着实不错 听到林雨这话 少年面色猛地一变 望着林雨的眼中 闪过了一丝惊恐 不过她连忙装出了一副疑惑的样子 故作不解 什么呀 你说什么呀 听不懂 听不懂吗 好 林雨淡淡一笑 同时 拇指顺着少年的肩膀往上一挪 狠狠地压在少年的肩头 肩颈穴上 少年的身子猛地一抖 姿态诡异的肩头和胳膊 瞬间恢复了原眼 少年神色巨变 她无比惊诧地望向林雨 似乎不敢相信 竟然有人能够解了她的软骨功 她的身子骤然间收紧 猛地从地上弹起来 她身子是真的弹起来的 周围的众人根本没看清楚 原本还躺在地上的少年 怎么突然间就站起来了 少年的身子弹起来的刹那 猛地抖了一下肩膀 想要将林雨抓在她肩头的手弹开 她这一抖 看似随意 但是带着极大的巧劲 如果是平常人的手的话 将会直接被震麻震酥 但是让她没想到的是 林雨的手却仿佛 粘在她肩膀上一样 根本抖不掉啊 少年的脸色不由再次地猛地一变 十分惊慨地转头 冲林雨望着一眼 她急声说道 你 你是什么人 哦 我是一名中医医生 我叫何家荣 林雨笑眯眯地开口 少年一咬嘴唇 颇有一些韵怒 脸色浮现出了一丝红韵 林雨紧紧地捏着她肩头 转头冲众人说道 来 大伙儿看一看啊 这小伙子的肩膀和胳膊 这不好好的吗 我感觉还挺有劲 哪有半点伤啊 诶 这确实好好的呀 是啊 真神了 这怎么突然间就好了 这该不会一开始就是骗我们的吧 我就说哪有人的伤私 这么奇怪的 那太可恶了呀 小小年纪竟然不学好 学会磕门拐骗了 周围一众众人 顿时厉声喝骂起这少年 江颜和叶青梅的脸色 这才缓和了几分 他们刚才就说过 那小男孩是个骗子 众人就是不信 你放开啊 放开啊 你弄他了 少年痛呼一声 接着用胳膊捂住自己的脸 哭起来 你们就都欺负啊 他在这里无依无靠的 所有人都欺负啊 他的哭声听起来惨绝无比 江颜一时间有一些于心不仁 他伸手拽着拽林语说道 家荣 要不算了吧 没事 严谨 小伙子 从哪儿来的呀 来京城做什么呀 林语刚才就已经看出来了 这少年所掌握的 是悬术中的一门极高深的功夫 软骨弓 也叫缩骨弓 需要体质特殊的人 才可以练习 而且需要从小就练 练成之后可以将自己身体的骨骼 任意地缩减 通过极极狭窄的通道 而眼前这个少年的软骨弓 已经真化 并且他还怀有一身的功夫 可见必然是从小受高人指点 所以这少年的来头极其不简单 巧合的是 这少年不找别人碰瓷 偏偏找江颜碰 这由不得林语不多想啊 自然要把这少年的来头 问个一清二楚呢 本集播讲完毕 再见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